大家好 歡迎今天大家來到莊大學 然後在這個星期六的午後 跟我們一起共度一個非常有科學氣氛的下午 這個今天天氣不太好 所以我們大概delay了三到四分鐘開始 是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們今天是第一次來 可能找不到的地方 因為我們在莊大學其實一個很小的單位 不太好找 那我想請教一下 您今天是第一次來到這個教室 第一次參加加入科學廣場的朋友 請自己授摸 好 我們星期六的朋友大家一起鼓掌 歡迎大家我們去 謝謝 黃老師今天也是新同學 好 那我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這個講師 您來到這裡之前有聽過黃福坤老師的請舉手 好 謝謝 所以我這個就代表我很有用 因為我的介紹可能就決定了 還有包括今天這個活動 就決定了大家對黃老師的影響 當然我剛剛忘了介紹自己 因為有這麼多新朋友可能很多人也不認識我 那我是中央大學物理系的朱慶琪 然後同時也是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的委任 那這個家人科學廣場的活動 我們是從08年一直舉辦到現在 都是由這個科教中心跟物理系這邊在負責 然後感謝國和會跟中央大學共經費補助 所以就有一個這麼優質的活動 也感謝每一次來參加的朋友們 因為你們的建議跟指教還有會餵 讓我們不斷的可以精進 好 那後來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講師黃福坤老師 他是至少在我們這個領域 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敬的前輩 這樣說是沒有說服力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件事 最近有一個有四個字非常的有名 叫做看見台灣 那我們可以從很多的地方看見台灣 可是如果你要讓世界看見台灣 這時候就要看你做的事情的影響力 有沒有辦法達到全世界 那在台灣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的人 大家猜眼應該知道很少對不對 在物理教育界的話 第一人選其實就是我們黃老師 黃老師把一件事情做到全世界之旅 而且這件事情的品質 讓他可以全球化 而且全世界都知道我們台灣 有一個這樣子的團隊 這樣的實驗室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是不能免足地說 是台灣之光 所以我回頭來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們真的要看一個人的影響力 應該是要看這個 而不是看他影片上有多少多少的執寫 黃老師對台灣的這個教育界的影響 跟對甚至包括全世界的教育界的影響 其實很簡單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你們只要Google一下黃老師 或者是你Google一下關鍵字物理 你就是知道黃老師的影響力 在我們物理圈有多大 那今年是第一屆台灣的這個 就是我們全國的師奪獎開放 大學老師也可以就是來選這個師奪獎 那黃老師就是第一屆大學教師得到師奪獎的得主 真的很不容 所以今天就是我們今天有這個緣分 我在這邊可以共度兩個小時 也希望大家珍惜這個緣分 然後我們就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今天講師的黃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興趣把我講的這樣子讓我更惶恐 OK 剛剛有開吧 好 興趣把我講的這個樣子讓我越來越惶恐 因為平常我都在大學裡面任教 那我接觸的大概就是大學生 那我出去演講也大部分都是正面老師演講 那今天教我第一次來 而且上課來這裡的學生有從小學生一直中 所以對我來講我也是第一次來 大概也就是第一次來 OK 那今天來 因為當初有講說有比較多小朋友 那所以我準備了演講 那個主題的東西主要是給小朋友的光學介紹 那等一下我們會動手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這一個的資料如果各位要找的話 其實Google你如果打日常生活中的物理 我你就可以找得到 那個這裡有像這裡 這幾個其實都是我所建立的網頁 那這邊的資料是比較早建立的 上面這幾個資料比較早建立 那後來我把很多東西都整理在 在這個科學園的這個課程裡面 那如果你點這個這個進來的話呢 就會這裡面就會有 比較關於就是在關於日常生活中的 各種物理的資訊 我把它弄大一點好了 這樣大家後面的比較看得到 把它放大一點 那這裡會談 像譬如說這邊都還有關於力學的 運動學的 那這邊就有一些跟生活有關的一些物理的訊息 力學、熱學 因為物理基本上大概就是力熱、聲光電 跟生活上相關的東西 所以這裡有很多 那我覺得有人可能也可以去看一下 像譬如說我覺得這個也蠻有意思的 就是男人跟女人在常用裡面 像常用的運動 大概女人就成績都會比男好 因為大部分很多運動都男的會比女的好 那我們就從物理的觀念去談 為什麼那個常用的話女人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今天主要談的東西 會在小朋友的光學介紹 那因為我想到說 這是很早以前 人家國外有寫了一篇這個東西 給小朋友的光學介紹 那我或者他那時候很早以前 就或者他同學把它翻譯成中文 那我今天主要就談這裡 那這邊也有一些像是光燈物理 然後廣的反正是 為何天空是藍的等等這些東西 那點那個進來就會是 這個給小朋友的光學介紹 那我想說這樣或許跟小朋友比較相關 那這裡 這個網頁是當初那個作者 他是以針對小朋友的角度去寫 所以這裡不會有一些物理的公式 但又會提到光大概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主要談的話就是 譬如說我們每個人生活的話 就是說人要生存的話 就在自然界裡面很多東西 我們需要的基本的東西就是 一個是陽光、空氣跟水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談的就是陽光這一個 那光這個東西讓我們這樣搭配我們的視覺 讓我們看得到世界上各種東西 那所以課本裡面 物理裡面一般也都會談到光學的東西 但是課本裡面一開始談話就會從 比較失敗 就一開始就是光的直徑、光的反射、光的折射 然後就是光學儀器等等的 可是我們要忽略的一件事情 譬如說我們要看見光 我們是怎麼看見東西的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看得到東西 為什麼我們會看得到東西 有什麼條件 有沒有人可以提出來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會看得到 譬如說我們是怎麼看得到東西的 有沒有人可以去那邊講一下 那小朋友要說是嗎 眼睛 OK 沒錯小朋友講說用眼睛看到東西 可是眼睛看到東西有兩個 一個是以前也有卡通像 譬如說超人 他用眼睛裡面射出一個東西光束 對不對 然後看到牆壁裡面有什麼的 他就這樣射 也有可能像那樣子的嗎 蛤 OK 光我們要看到的東西來講的話呢 有一個很基本的假意就是說 光 就像剛剛跟小朋友講 就我們有眼睛 可是光光線要進到我們眼睛 我們才會看得到東西 譬如說我問一下 譬如說晚上的時候 我們看到天空是不是黑的 可是晚上的時候太陽發不發光 那發光的話 那為什麼天空都是黑的呢 蛤 貝的太陽 貝的太陽 可是貝的太陽 可是天空也是到處都是光線嘛 對不對 就是說假設說 譬如說 假設說這個是太陽好了 對不對 那我們地球在這邊 那當然你說貝的太陽我們在這邊 可是太陽光也是向四面方向射出去 所以天空到處 到處也都是光線嘛 對不對 就太陽光也會射出去 所以到處都也是光線 有沒有懂我的意思 就天空到處其實都是光線 對不對 可是天空為什麼是黑的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事情就是說 那些光線出去以後沒有進到我們眼睛 就跟譬如說我現在這個雷射光打上去 你現在只看到那邊有光圈 為什麼 因為它打到那個天花板 然後打到天花板以後的光線才會反射到你的眼睛來 可是這個路徑中間有沒有光 這圓的路徑也有嘛 可是只有我手過來的時候你才看得到嘛 對不對 所以晚上的時候太陽光也是在天空 可是它因為向外面射出去 我們要看到東西一定要光線 近到我們眼睛 我們才會看到東西 即使那邊 即使這裡有一束很強很強的光 可是那個光線是 就要我這裡這個雷射光非常非常的強 射向那邊可是 在這中間你看得到光嗎 對不對 除非這裡要是有灰塵的話 那它反射 就是說我們要看到的東西 大家不要忘記 所有我們要看到的東西 第一個條件一定是 那個光線一定要近到我們眼睛來 但是我們一般也以為 那裡有光線我們一定可以看得到 可是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你會看得到 當然有時候很強的光的話 你有時候看到那種光束 像電視有時候會有看到燈 你看到很強的光束 其實是那個在附近那裡有很多灰塵 然後那個灰塵反射以後 你猜一看才有辦法看得到 可是在太空中的話是不會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要舉像 像譬如說有沒有看過電影裡面有那種 什麼那種雷射光這樣 然後就從人家身上穿過去 就把人給殺死的那種電影對不對 或者說那種外太空星際戰爭有那種雷射光束 這樣從一個船線射到另外一個船線 可是那些光有沒有可能看得到 從物語的角度上那些光都是假的 那都是看不到的 因為外太空也不會有灰塵也不會有 就是說那些光束都不會有出來 可是電影的話如果沒有那些光束 你就沒有那種感覺 所以電影裡面有很多東西 它是為了要呈現讓我們看到一些東西 可是它並不代表那個是真實的 可是我們也有需要要去分出來 尤其小朋友都知道說 很多小朋友都知道說 聲音傳遞需要什麼 需要空氣當戒指對不對 可是星際大戰那種影片裡面 還會聽得到聲音那有可能嗎? 可是要是電影裡面沒有那些聲音 也沒有那些光的話 還有人會去看嗎?對不對?沒有嘛 所以我們要了解到說 這些科學知識我們就知道 可是當然我們看電影的時候 不能在那邊說這個假這個假 那樣那個看電影就沒意思了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我們要去享受它的情境 然後在那裡面就是 就是我們自己娛樂 然後也讓人家娛樂我們對不對? 可是我們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我們出來從電影裡面出來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那電影裡面有很多情節 有些事情是為了要呈現某些效果 讓它呈現出來 可是我們要能夠分出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好 所以利用這個的話 我們就要像譬如說 我這次有請大家準備了這個面子 我想說在家裡都會有 那如果就是有用的 那我會準備這個的話就是說 其實這個是我很早以前就自己做的 我就做好的面子盒 那只是說以前我做的時候 我這邊做的話就是用一個透鏡這裡 放在這邊 那我把面子盒就把它切成兩段 然後一邊放上透鏡以後 它可以去光束 光束過來以後呢 另外一邊的話我放上一個 那個 OK 弄上一個描述紙的話 像這樣就可以當一個成像的工具 像這樣就可以看到 像譬如說像我這樣照這樣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屏幕上的那個字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像這樣大家可以做一個 那其實我們相機其實就類似像這樣子 相機其實就是你前面有個透鏡 然後之後呢 只是說這個位置 它相機裡面的話 它是放一片的 那它只是說現在是數位的話 它也一樣就放了感測的東西 然後到時候把那個影像弄出來 所以等一下大家都要有機會 我們就是請大家來做 那只是說這個透鏡比較大不方便 所以這次呢每一組都有準備 這個 這是現代科技所設 現在我們可以把那個透鏡做得這麼薄 像這個的話一面也是放到 所以大家可以找一找 每一組都有這個透鏡 那你們把它找出來 那你要是有這面紙盒的話 等一下就是 等一下先把面紙盒 你可以把它切一半 喔有有都已經發了 都已經發來了 對每一桌那邊應該都有 剛剛好像每一桌都有發這個 你們有看到透鏡的這個 用這個袋子中的 現在才要發 喔現在才要發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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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發什麼可以用比較 好好好 好現在每一個 就是說你有一個面紙盒 那你需要的材料就是面紙盒 那等一下做的時候呢 做的時候 就是你第一個 你先把面紙盒切成兩段 那千千兩罐以後呢 那它的功能就是等一下我們要來調 它的某個位置 它會比較清楚 那那個位置的話就是 就是對於說這個 這個是透鏡的話 它有一個所謂的焦距 就是太陽光遠遠照出來的話 它會什麼 會聚在一個點 那各位你要用 要找那個焦距嗎 你還很簡單 你只要你們現在上面都有 都有日光燈 你只要對著日光燈 然後你就會看到 調到哪個位置 你的桌子上 就會看到一個清楚的日光燈的那個 那個像 有沒有 那那個的話就是等一下 你這個面子盒的距離 要是跟你那個距離一樣的話 就會在那裡成一個很清晰的像 所以大家等一下要做的話 就做這樣 那所以 所以各位第一個把面子盒纏了一半以後呢 有一邊 有一邊請大家注意這邊看 就是你一邊先把你的這個先貼在一邊上面 當你還沒割好貼在上面的話 你就先用筆把它畫一個圈 畫一個框 畫框以後呢 然後之後你再用刀片或剪刀把它割 比那個框小的話 它割下來以後 就可以把這個把它貼在上面 那貼好就是一邊 那另外一邊你可以貼一個比較大一點的 但是就是弄一個框 然後框貼好以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描圖紙 比它稍微大一點把它貼在上面 那這樣把它弄好以後 那依照你剛找到的那個 焦距的位置 這樣你就可以調整了 看在哪個位置 能夠看得到很清楚的像 那 等一下的話 大家就開始做這個 做好以後就可以拿起來 就可以看到遠方的那個像 那如果以後你在家裡的話呢 要是有窗戶 就往外面上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象 就會很清楚的 就投射在這個上面 那在這裡面也可以 那在這裡面也可以 那在這裡就可以看到 相片就可以看到 那個屏幕上面的像 可以很清晰的 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好不好 那我們是不是給大家 十到十五分鐘 先大家可以開始做 好 那我們用這個描圖紙就是 對 好 對 可以把它 好 對 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 好 你要找到它的焦距是多少 好 對 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 先擦一半 對 可以先擦一半 對 可以把它先擦 先擦一半 拿去美酒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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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謝謝 謝謝 請 許多 付款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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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一面,一面你先用描图尺 一面比它大一點就可以放描图尺 然後另外一面的話就是,這邊呢就是刮一個比這個扣,比這個扣尺稍微小一點的 這邊貼個描图尺,那神像在描图尺上就可以看到 那你幫我副一小,是不是好嗎? 你就看遠,看遠方,譬如說我看那邊,屏幕那邊 好,是不是,我剛剛看大家好像都做得差不多 那各位回去以後,你要在家裡拿起來,對著屋外看 你就會看到非常漂亮,屋外的很多鏡子都會進來 那其實這個東西本身基本上就是照相機 家裡的照相機它其實就是類似一個樣的扣性 然後只是說在這個地方它放的是影片 所以就等於說我們自己做了一個簡單的類似照相機 那只是說這個相是,大家有知識到它的相是導力 那我們的眼睛其實結構也跟這個一樣 我們眼睛視網膜上整個那邊是導力的 只是如果我們不是習慣,我們就把它看成是正義的 ok 所以我們加這個,加這個盒子 那剛剛也有人注意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我這個盒子盒已經吃幾年 他以前的盒子盒比較厚 所以各位如果說回去的話,你要是覺得這個盒子盒比較厚 其實家裡比較,任何只要長度夠長的盒子盒 你都可以把它切起來 那就可以做一個更穩固一點的 更穩固一點的 好,那 所以有這個的話呢,就是讓你 因為這個盒子裡面,相對就是比較密閉 那比較暗 那讓你更容易看得清楚 對,看得清楚這個樣子 好,所以大家都成功了 那所以像這樣呢,就是我們利用這個 那以後呢,你出去要看 你有興趣晚上看太陽啊 那像各位,各位要注意 像我們觀察太陽 千萬不要眼睛指示它,這樣會很長眼睛 但是你可以拿這個,然後調好用它太陽的像 這個就在這裡 或者加上你要觀看什麼 日時、月時等等的 你也可以自己帶一個這個東西去 反正就是,這樣呢 反正這個東西都成像在這裡 然後就從這裡直接看,對不對 所以像這樣呢,就是安全 然後透過這個,讓它成像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像成像在這個地方 我會叫什麼叫做石像 就是它像真正具體在那個位置 所以這種就是我們所謂的那個石像 那它就可以看到這樣這樣東西 那,剛剛因為有幾位家長 剛剛有家長有提到就是說 關於這個原理喔 那,我跟他們以前也會有做一個類似這樣的動畫 所以就是說這個的話就是 就是,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它的原理在中學位也會交到 那,這個的話就是會談到就是說 某些情況之下它會成像 有些情況會有趨向 那,今天我就不介紹 我只是說,各位有興趣 你可以找Google 你只要搜尋阿奧陸透鏡的成像 應該就可以找到這個動畫 那,在動畫裡面我們就會介紹 像這樣,這個就是我們的物體 那它的像就是像倒立的 像這樣子倒立的 那,像有些比較近距離的它會成一石像 那,像這種的話就是像有這個綠色的花塊 那,光線沒有,像這個的話就是光線過來 它會彎這樣子出來 然後,所以,你會以為光線從這裡出來 那,這種就是所謂的虛向 那,我們剛剛移的那種,這光線實際到的 這種就是石像 虛向的話,像我們照鏡子 鏡子的話,就是那個像前在鏡子後面 光線沒有到那邊 就是光線沒有,但是你以為劇在那裡 所以,像小朋友他會以為說好像有東西躲在後面 對不對 但是,其實沒有 那,就是實像跟虛向的差別就是 實像的話,就是你用一個屏幕 像我們這樣用一個屏幕 可以看到它在這裡有成像 那種東西就是實像 所以,你沒有屏幕的時候 它其實在這裡也會成像 只是說你看不到 但是,我們通過一個屏幕就可以看到 像這種的話就是所謂的實像 所以,關於一個原理 那,到中學了之後,大家會有需要去學 那,接下來 好,那我們做完這個以後呢 那,這個回去讓大家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做一個自己的小相機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讓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的萬花筒 萬花筒 萬花筒 那,這個萬花筒 每個人桌上都 就是你們都會有一張這個 這個軟 就叫什麼軟鏡 對不對 這叫軟鏡的神 那它就是像一個鏡面像這樣子 那,等一下撕下來就會是一個反光的 那 那 這一面 這一面最後再撕 這個撕下來就會像鏡子一樣 鏡子一樣 那 它主要就是光線到 到它這裡以後它就會反射 然後它就會很像鏡子 那 這個軟鏡的後面這裡是一個膠 是一個膠 你們可以把它撕下來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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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膠 那這個要撕下來 為什麼要撕下來 就是說 等一下,等一下 注意喔 每個人 每週刊 你們會有一張像這樣的紙 每一竹 你們會有一張這樣的紙 那這個紙呢 這個是圖案 那等一下就把這個撕下來 就把這個圖案貼在這個上面 貼在上面以後呢 你就照著這個圖案 去把它切割成三片這樣的 這樣的那個矩形 切成的矩形以後 然後之後再把它鏡子的一面都朝裡面 然後三個弄起來以後 你貼起來以後 就從這裡面看過去 就會看到 那個 那個 類似萬花筒的那個 那個結果 那你也可以 手指頭擋在這裡去看 或者說弄一些小小指 貼塔或是小的 放在這裡面 然後這樣轉 就會看到非常非常 奇妙的那種各種圖案出來 那所以就可以自己 很簡單就可以做一個 萬花筒 所以 做法就是 記得這一面的話 就是朝內 那另外 另外有膠帶的這一面的話 就是 就是把這個紙貼上去 然後就沿著這個 貼三個 三個以後 然後就把這小的 三個小的一邊 隔在一起 寬的一邊 再另外一邊 就是三個比較細小的地方 併在這邊 然後比較寬的地方 再併在另外一面 那完了 就從這一面看進去 就可以看到 很漂亮的 很多的矩形按出來 那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如果沒有問題 那我要 就是傳閱 大家看 OK 好 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做好以後 就會類似像這樣 折萬花筒 哇 有沒有很漂亮 等一下 就可以做 那 那所以就是 就是照那個折起來 就可以做一個類似小小的滑筒 好 可以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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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很多三角形 好 很多小小的三角形 好 然後裡面 你可以丟個小子 電話什麼東西 OK 只要把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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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以看 可以嗎 可以 好 可以 好 來 可以 可以 我可以 好,有沒有看到? 好,所以回去就是你再做一個,用東西 用水一罐,透明的,然後用彈珠塞一種,這樣就對了 好,這邊要拍的 好,各位好,剛剛我們第一次做的就是用透鏡,它聚焦,然後就成像 剛剛我們用面鏡的話,就是剛剛做的就是等於三面的面鏡 因為它又有不同的角度下來,所以這樣就形成裡面很多很多三角形 剛剛也有講講說,是不是我們可以做五邊形或其他形 那當然也可以,四邊形就比較不是那麼好看,五邊形或其他 邊形就會有很多不同的結果出來,所以大家可以試著回去自己再做 如果有人需要這個材料,我們用的是軟鏡,那你也可以上網打軟鏡也可以找得到 或者有一些文具店也會有,那軟鏡,就是軟鏡的軟,鏡子的鏡 那或者說其實你沒有這個,沒關係,所以有時候人家送禮物來的時候,有時候包裝紙捏就有一定的會是透,會是像鏡子一樣的 或者即使真的它沒有,你也可以用錫波紙,把它,錫波紙算很薄,但你可以有硬紙板,也把錫波紙貼在硬紙板上,這樣都可以 所以大家都可以想想想辦法,那其實有機會你也可以在家裡做一個大一點的,那如果掉在那個家裡的客廳或怎樣 那其實,然後你就放,然後放另外一邊球在那邊,小球在那邊轉的話,就可以,你在坐在那裡就無必這麼眼睛這樣跟著看你,就可以整個看到很漂亮的東西在那邊轉 所以要怎麼運用,其實就看大家自己去把它,把它結合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說,我們希望說像這樣的活動,不是說大家看來大家都做一樣的,其實大家就可以回去自己去想說,我怎麼去把它變化,把它變得比較大,把它加一些什麼東西 像剛剛也有人,那個,剛好是哪一位,那邊有做的蓋子把它蓋起來啦,或是怎樣 對,像,像這位,他做的時候,他就,誒,他就沒有把它剪掉,就把,誒,用可以這樣一個門這樣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做不同的巧思,你可以做一點,然後回去的時候,在那邊包裝,你把它弄得漂亮一點,對不對 那整個就變成一個很好的裝飾品,對不對 然後,而且裡面又是像,就又有物理意義,然後又可以當美觀,然後又可以玩,對不對 OK,所以這樣它就很棒 OK,所以這是剛剛我們做的兩個東西 那另外還有就是,像太陽光,太陽光裡面包含了很多不同的顏色,有紅色黃綠藍電子,這些很多不同的光的顏色 所以我們平常看到,像大家都會最喜歡看到像彩虹,對不對 就是如果說有機會的話,但是我們要記得看到裡面,我們都看到彩虹的時候,我們一定都是什麼 都是背對太陽的,那因為主要是,它太陽光照到,那個天空中有一些小水珠的話,它會反射回來 我們才,就經過一些反射跟折射的方式,所以,像,像,我,如果,如果,我,不過這是在室內就沒有 像如果有機會,家裡要是有一個像這樣的,這個一顆的大的那種水珠球的話,那太陽光照過來的時候 如果太陽光從這邊過來,你就會在這一面的牆上,會看到一整圈的彩虹 一整圈的彩虹,如果說太陽光從這邊過來的話,就會在這邊會看到一整圈的 那紅色黃綠藍電子的那樣,一整圈,但是就是,就會在,你就可以有機會在牆壁上就會看到 那只是我們現在在室內就沒有,但是我在家裡的話就放著 不過,不過,如果是,不過拿著也要注意一點,這個,太陽光照出來在這邊會去焦,所以這裡 這裡,這裡不能有東西,要不然那個,可能會燒,燒掉,對,它的焦點會在這附近 但是,就是如果太陽光從這邊過來,就會在這一邊,會看到一整圈的,類似的那種 那,只是說這種,其實那個,天空中的水珠就有點類似像這樣,只是說它有很多很多核的水珠 那可以跟大家講喔,因為我們看東西,譬如說我看你人在這裡,我走過來的話 我們看那個角度都不一樣,對不對?可是你看彩虹的話呢,每個人看到那個角度都是,都會是一樣的 就是彩虹,但是那樣的是什麼意思?就是當我站在這裡看到的彩虹,跟我在這裡看到的彩虹 其實不是同一個水珠反射給你的,所以每個人都看到屬於它自己獨一無二的彩虹 這樣說就更美了,就是你看到的彩虹是屬於你的,你站在這裡的時候看到那個彩虹是這樣的 你到這裡的時候,因為你看到那個角度都一樣,所以你知道說那個,反射那個彩虹 其實每個人,我們每個人都看到的時候看到彩虹,但是每個人看到的彩虹 其實那個角度都是跟你相對說同一個角度,所以,所以也表示什麼? 表示說我們每個人看到彩虹,因為譬如說我現在在看著你,你這個角度過來的話,那個角度就不一樣了 但是你去注意,你看到那個彩虹,這角度永遠是一樣的,所以有的人當然就是,除了學物理 有時候你可以把這些都沿織一個美麗的故事,對不對? 就是每個那個都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彩虹,對不對?然後跟你自己的對話 好,那通常一般我們知道說,那個透過能性的話,可以看得到光會散開來 那今天主辦大會他們特別準備,這個的話是所謂的光無疑 這個不是只有,這個的話,等一下大家做好以後呢,你就會看得到光真的會分出來 而且你會看到紅銅黃麗藍電池的這個色彩,那這樣的光譜儀,如果說在經過校正以後 我們真的可以去做科學的測量,可以去量說它是什麼波長的光 所以大家等一下就是每一桌,每一個這樣應該都有一組這一個 那大家的話就是按照這個把它裁下來,裁下來以後呢,注意一點就是 這邊有需要黏的話就只有這一個,那個圓圈旁邊這個地方需要黏 然後這邊方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到時候這個的話是要把它蓋住的 就要把它覆蓋在,在你這邊可以貼雙面膠,把它覆蓋在的地方 就是到時候折起來以後,這個會蓋在這個上面 好,還是,可以我來 喂喂,不好意思喔,周老師這個,插播插播 因為這個是我們做出來的東西,對,研發出來的東西 它的特色是,它是一個可攜帶的掌中光譜儀 掌中很明顯嘛,它要小小的 那可攜式是因為,你稍微把它,欸,調一下它像變形金剛一樣,就變扁了 變扁以後,你要用的時候就把它,對,收起來 然後要用的時候把它打開,變成一個盒子 對 所以這個叫做,我把它取名叫掌中光譜儀 然後它可以讓你帶著彩虹走,你走到哪裡你都可以看到彩虹 而且那彩虹當然是你的啊,對 不過我覺得黃老師剛剛講真的比較浪漫 那這個有,它其實那個,怎麼製作都在這邊有說明 然後我這邊提示幾個,第一個,大家先不要發這個材料 因為發的材料就不會有人理我了 還有一張這個 好,因為這個時間關係,我這邊有濕的很好 整片把它拿下來以後呢,這一片先把它拔掉 OK,這個是空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這個 有一個小小的,想鳳這個地方,這一條要把它拔掉 這一條很細很細的線,可以衝到這裡 好,這是想鳳的地方,這條都拔掉以後 然後會發一個這個,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東西的心臟,最重要的元件 所以你這一片掉了就完了,我沒辦法再補發一片給你啊 這個的話,我們一般就是支援給我們老師同學的話 教育界的話,這一分是50塊 那在這個上面,我們有打一個點 大家仔細看,這一片叫做光炸片 那要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光炸片 我們前幾次不是有講偏正片 偏正、偏正、光炸片不是同一種片 雖然都是什麼片片片 好,那你要特別小心喔 尤其是有一些老師他可能會沒有搞清楚,會講錯 偏正片是看光的偏正性質 那是什麼啊,我們已經不管了 有攝影的朋友可能就知道 你有一些那個偏光鏡啊,你在拍一些反射的 比如說拍什麼,比如說虎啊,這個 虎面你不希望它反光,因為這樣一個偏光鏡啊 那是偏正片,這是光炸的 光炸的最主要目的,其實就是黃老師剛剛講的 就是把你看到的光,裡面藏的秘密把它分析出來 我們看到太陽光,如果我們有彩虹 我們可能不知道裡面有紅色黃綠藍電子 對不對,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日光燈 我們其實也不知道它裡面有什麼 然後我們看到的傳統燈泡,或者我們看到LED燈 它其實每個裡面的秘密都不一樣 這個工具可以幫助我們把它分析出來 好,所以這一片千萬不要掉 上面有個點點,這個點點仔細看你這個框框 這個框框上面有一個點點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就把你這個光炸片 跟相對的這個點點這樣子黏上去 但是請你不要黏在外面會醜 麻煩你把它黏在裡面好不好 這個不講很多老師都會犯錯喔 但是點點一定要對點點 如果你轉了90度的話,點點沒有對點點 這個作品就失敗了 那我建議也鼓勵大家沒有把它黏死之前 你自己先轉一轉看一下 你看到的東西有什麼不一樣 好,那這個是第一個步驟,黏上去以後 大家就摺盒子啊,摺摺摺摺摺摺摺 在把這一片黏上去的時候 我建議是這樣黏,而不要另外一種黏法 先把核子做出來,然後核子就變成立體 核子變成立體以後,你就不好施力 大朋友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好好試騙我這邊 OK,好,沒關係 沒有吧,沒事 這副起來只要十分鐘 其實這個這個光炸片你也可以拿起來 就直接這樣看 就可以看到那個光不同的顏色 好,不同顏色 這是光炸 好,挑一挑 我說的是,如果你要在這樣的情況下去黏它 你的手是不好施力 這個就黏不緊,黏不緊 也沒什麼壞處啦 不會影響你的功能啦 只是就沒有辦法用到18年 你如果黏得很緊,可以保證18年沒問題 OK 好,所以請我們的小組長協助大家來做這件事 做完以後,我們大家要再一起來看你看到什麼 對 好,老師請補充 好,沒有沒有 OK,好 對,你有麥克風嗎 OK,好 OK 所以大家怎樣的話,就利用這個啦 就可以做光 光炸,然後它主要就是在奮光 那其實就是說,我們除了看太陽光以外 其實每一種不同元素 每一種,譬如說 我們知道在這裡有很多不同元素主人 以那,假如說 不同元素它都會發出不同的光 譬如說金有金的特殊的光 銀有銀的特殊光 所以如果說譬如說你要去買個金氏 那物理學校我們也可以檢驗說 裡面有沒有其他雜質 它只要說發出來光,它發出來光 裡面有另外一個元素的雜質 就表示它裡面還有這個材料 所以現在很多東西的檢驗都是利用這種方式 就是照它以後然後去看 利用這種光譜儀 就是做一個簡單的光譜儀 現在大家就可以自己做 自己做一個簡單的光譜儀 只是說這個是沒有校正過 它校正過以後就沒有要分析 好 小心 小心 好 上面也有說明 對照片也有說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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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нес wood 對 對 現在 cared 對 好 各位有一定要看 現在珠老師準備在前面就開始成 第一張完整的史 他有準備到作 給大家看齁 可以參考 就是這個做法 如果各位要看怎麼做的話 珠老師現在在作齊 freezing 他先把小奇 然後第一個先把它當 抓起來 對 對 雙面就來了 然後打到 因為他這種線的 就不用這樣做 這樣就這樣 然後放進去 這個耳朵可以改 可以 他自己擦 好 這樣 姐姐你幹 他現在 回家做一個就大了 蛤 晴也是 好 反正 包裝 降聖 雪 雪 雪 櫃 雪 雪 那上面有好幾百條 很細的縫補 這個縫補 這上面有一個縫補 就是在剛才那裡 而且他在接吼裏面 它裡面有好幾百條很細的弄 那這個以後可以 要是對著那種高速度的那種納光燈 你就會看到 退出的它的黃色的光譜 然後不同的不同的東西 就會有退出不同的 鮮臘的成績 有一點 鮮臘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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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是雙可愛的 鮮臘的成績 鮮臘的成績 這樣是多少? 500條 我們有一天就比較會比較過於 所以這個版本就是 我們就用500 500比較COME 可以看那個 試過比較清楚 我就是比較清楚 500解析度蠻很好 但它因為光比較亮 所以它的適用範圍光 我們現在看 我們都是看這些 日光燈湯本來就是紅藍 這些都會有 像高速公路那種 納光那種黃黃那種燈 就會看單獨 看到其中單獨一條 對對對 其實有兩條 但是那兩條 我們這個解釋不出來 它是589 589 589 就有兩條光光在那個位置 對 然後納的話 納光燈就有納光燈的 對 不同的東西都會有不同的 對 光線它在不同的位置 我們就是從它的位置 去決定它是 它是什麼元素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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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的那個光源 它相對那個中間那個位置 它相對的那個角度是 不同的元素就會在不同的位置 對 那如果我們拿一個標準的去校正以後 後面就可以去算出其他東西出來 對 所以 所以 這種東西就很有用 對 對 就可以知道不同的東西的元素 對 我們可以用這個去看這幾個光源 不過 將來各位 各位也可以 就是你拿 你做的這個元素 將來也可以對著高速公路 它就是它那個納光燈 喔 那 那 沒有 它是水銀 水銀 水銀的話 它大概是會有那種 比較黃黃的 589 589 那 那 有些納光 就是不同的 不同的光源 它其實 那其實有些元素也是這樣 像 我們怎麼知道不同星球 會有不同的元素 其實就是從它的星光裡面 然後去分出來 看它有哪種 哪些光譜 那那個光譜就是跟地球的哪個元素的光譜一樣 我們就說 那個星球有那個元素 這樣子 好 好 我最好是補充一下 我覺得 黃老師有講到很浪漫的東西 就是 星星離我們 那麼那麼那麼遠 我們怎麼可能知道那個星星上有什麼東西 我們接收到星星的可能 最主要的資訊就是它發出來的星光 所以我們竟然可以在星星的那個 發出來的光裡頭 解析出它這麼多的秘密 比如說它有哪些元素在 然後 它的 是它的年紀啊 等等 小朋友 等一下一定會給你機會 來 我把它關掉 他們就不會再回來 好 就是什麼東西散 他們就往哪邊去 好 那個 這邊再多做一下說明 這個 剛剛 我快樂做了一個 就是把 那個過程秀給大家看 那它在 使用的時候 我剛剛說過 就要把盒子打開 或者是把它壓扁 壓扁的話 是那個 Squeeze 就是有兩邊 對角的兩邊 你這樣子 壓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盒子是打開的 然後你壓這一邊 對角的壓下去 盒子就扁了 好 然後另外的一個對角 就是這邊 壓下去 盒子就打開了 好 這邊壓 盒子就扁了 好 這是為什麼 剛剛 我們花老師不是有提醒大家 不管你要去看那個 黃色的那種木燈 或者是水行燈 有沒有 你都可以隨時戴著這個 放在你的口袋裡 你就可以隨身攜帶 它變成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再來教你一個 撇步 我不能 這個 你不要亂講 我們 不考慮商業 你要去買電腦啊 然後 你要買這個筆電 看它的那個背光 比較新的筆電 它們背光會用 LED 那比較舊的筆電 用的是另外一個 叫CCML 那是兩種不同的光源 那LED的光源 是更接近這個自然光 但是還是跟自然光不太一樣 今天用這個去看一下外面的太陽的 太陽的自然光線 然後你看一下 紅藍綠 然後再用這個去看一下 LED的台燈 或者是LED的筆電 看它的白色 你會發現它的 我知道說你喔 紅藍綠有一個會比較亮 比太陽還要亮 假設喔 你在太陽看到的紅藍綠 亮度差不多是這樣 你拿去看 LED的背光源的時候 你會發現紅藍綠其中有一條 它比太陽的還要亮 所以我們雖然很厲害 但是我們還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辦法 完完全全複製我們的自然光 所以沒事還是要多曬太陽 謝謝 OK 好 那 如果各位對於 只是就是說 我的網頁上面有一個 我講的彩色密封的世界 再來 在這邊這裡有透 對 好 彩色密封的世界 那 這個的話也是在那個課程裡面 就是 剛剛那個我講的日常生活中物理裡面的課程裡面就有 那這裡面其實就會講到就是我們的眼睛 我們眼睛的四網膜裡面其實有三種所謂的追狀細胞 那它這三種細胞就分別感應不同的顏色 就像有一個細胞是對於這種紅色的比較敏感 那有一個是對綠色的 有一個是對藍色的 那也因為這樣的話就是說 就是當紅跟綠的這兩個細胞要是都受刺激的話 我們會感覺那種黃色的 我們會產生一個黃色的感覺 其實這種顏色都是後天的感覺 譬如說 我們從小就跟人家講說這個是紅的 他就以為這個是紅的了 對不對 其實我們就要說 那個明來的我講這是紅的對不對 美國人叫做red 對不對 顏色其實也是我們後天學的 那只是說 我們的眼睛裡面它就是有三種不同的組織 它可以分這種不同的光的顏色 但是我們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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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其實光谷裡面就有點像這樣 它其實很多種不同的 它的顏色其實不是說只有紅綠來的也有七個 它其實是一種連續變化的 那它有非常非常多種 像電腦裡面也會想說 你可以調什麼十幾萬種緣那種不同的東西 那它就是把紅綠來這種不同的組合 只是我們的眼睛對這個比較 比較區分的比較不是那麼靈敏 我們對這種不同的評語比較 但是耳朵就其實是不太一樣 我們的耳朵其實是不太能夠區分位置在哪裡 我們眼睛是比較容易區分 這個人在哪裡這個人會很深刻區分出來 可是你要注意到聽聲音來講不是那麼容易 要是有一個人在你正前 然後跟一個人在你正後 你其實不太容易去分出聲音是從前面來還是從後面來 因為我們就分出那個聲音從哪個位置來 是因為我們左耳 左耳跟右耳 你覺得說聲音比較大聲聲音比較小聲 但是同樣在那裡跟同樣在那裡的話 所以有時候你知道 有時候你就覺得抓從下的感覺到前面 就是因為耳朵它對於位置比較不是那麼靈敏 但是它對於不同人的聲音 很多人吵啥的話 這個人講到聲音來講 我們對那個頻率分得很清楚 那也那個我們的眼睛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眼睛裡面也是跟剛剛這樣一樣 就是說我們眼睛後面有視網膜 那它也會像這樣成像在那裡 那所以它能夠很清楚分別東西在哪個位置 但是它對於這種顏色的區分比較沒有那麼清楚 它只有分這種就是紅綠的這種重體的 然後只是組合給我們那種不同感覺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像這是有些人家生物裡面造出來的 就是它們有一些細胞它可以分脆狀細胞 它有三種不同的能夠顏色的 另外有一種是所謂的比較柱狀的細胞 就是我們看那個黑白的 那那個細胞其實更多 其實在晚上的時候我們大部分會比較用到那個柱狀細胞 所以有的人白天要去精神 其實在晚上視力其實會不太一樣的 你的那個更模糊 那你看它主要用的是這些不同的細胞 那像我們這邊的話是有就是說我們電視其實它基本上都是這幾種顏 就是它只有靠了紅綠藍這三種東西去組合成各種不同的顏色 那就是給我們不同的感覺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其實你可以回家以後就是你電腦螢幕 你有時候你插電腦螢幕你用布去插的時候 你這邊上面會有很多小珠珠 你有沒有注意你插電腦螢幕的時候或是電視螢幕的時候 你完了你就趕在電視上好像就很多彩色出來 為什麼?因為你插過去有那個小珠珠 每個小珠珠就好像是一個小的放大器 然後就把那個東西給放大了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圓來裡面 因為其實我們感覺那個白色它其實就是紅綠藍 三個同時刺激你的眼睛 你就會有白的感覺 就沒有沒有所謂真的 以真正來講物理沒有所謂白光這種光 其實就是紅的細胞跟綠的細胞跟藍的細胞 這三個細胞都同時被刺激 你就會有白的感覺 那沒有刺激被擋住的就是什麼?就是黑黑的感覺 對不對?陰影就是黑的感覺 那像我們這種光譜就是能夠來分這些不同元素 它是從哪?是從什麼東西?東西過來 那這光譜我們剛剛用的是光炸 那其實我們每個人手 大家有我剛剛一開場沒說的 其實我剛剛是不是有講過的 手指頭還沒有對不對? 其實你手指頭每個人你注意 你拿你的手指頭出來對著那個光線看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你的手指頭縫裡面 會有很多很多黑色的條紋 跟你的手指頭是平行的 那頭應該不是你的毛髮 對不是你的手指頭 因為不可能一條條都平行的 因為你注意看了 你就對著那個 對著不必對著很亮的地方 對著光線旁邊 你就看到有一條一條 貼貼的很多條 對不對? 你要是按著壓的越緊的話 那個條紋數越多 那這的話就是我們物理裡面講的 就是它因為這些光 它會形成乾色會有很多 那我們的這個是一個縫 那這種光炸的話 就是這裡面剛剛給你們的這種光炸的話 它是這個片上面有非常非常多 有很多條數 很多好幾百條的這種光 那它更細 然後它就能夠把這種 不同連式的光線再分出來 然後讓我們看得到 這些不同顏色的東西 所以這個 這個的話其實在物理量上 就是說經過校正以來 它就可以做一個真正來測量 甚至去分析不同元素的東西 它只是讓大家可以大一個多簡單的看 所以你也可以 將來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光源 你可以對一下哪一種 因為像我們所謂買 像剛剛提到的就是我們買燈 像日光燈 它裡面其實有一本 它裡面發出來的光都是紫外光 它只是說我們就在內部的話 就在塗不同的塗料 螢光粉讓它能夠產生 比較接近太陽光的這種光線 讓我們可以看得到 那所以它如果沒有塗那個塗料的話 就真的都是紫外光 那就是紫外光燈其實就是 它裡面都沒有去塗 但是紫外光比較貴 因為什麼 因為那種紫外光會傷害生理 所以它製造出來的話 還要去校正 還要經過一些東西 免得說真的會上升 對啦 所以那個有它的一些特殊的東西 那所以像對於這些 知識的這些了解 我們今天不談 大家就是大家有機會 拿著這個光炸和區塊就可以 試著看不同的光源 然後你可以比較說 這些東西是什麼 那接下來也可以跟 課本上的一些東西學 那就可以了解到光的這些 好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做的這集的材料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也可以 上網去查這些相關的資訊 不想而對於我們今天做了這幾個活動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什麼東西要討論的 好 那個 柱老師再插頭一下 那個 我們有一件 它有一個小實驗可以做 這個我們跟華老師在 平常在研討的時候 我們也有提到這一點 就是這張紫啊 當紫 大家已經丟到垃圾桶的舉手了 好 丟垃圾桶的就是直接把 朱老師的email給它丟進去 這樣子 沒有 那個 開玩笑 你可以把這裡 隨便剪一小片下來 好 你剪一小片 然後你這個 下一次你觀察的時候 你先看一個光源 然後把它看得你很熟悉之後 接下來呢 你這個紙片 我們看的時候是 OK 這樣子 然後的霞縫 就是細線的那道縫 是對準 你要看的東西嘛 光源 然後你試著把它遮得窄一點 讓它變得更細 你把它變得更細之後 你發現了什麼 這是你們回家的功課喔 把它變得更細以後 你看我們那個大概是 一個millimeter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給大家的 那你現在把它變更細以後 你會發現什麼 這個 這個 很有趣 大家可以回去 做一下實驗 有 很多都會變化 然後比較快你會看到 比較亮 可是有很多 比較細的資訊 就看不到 就像我剛剛 在收拾頭 你把它壓得更幾 你就看到更多夾紋 對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那真正的 物理學家這樣做的科學研究 就會再簡單 然後我們在更遠的地方 在更暗的暗子裡面 用儀器去把那些東西 不同元素都可以分出來 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們怎麼去檢驗 不同的東西 會有哪些元素 就是靠這種光譜儀 就是靠這種光譜儀 所以每個人都帶了一個 小小的光譜儀回去 做一個簡單的 簡單的實驗 那如果說真的發現一個新的東西 你要是發現一個 從來沒看過的 新的光譜線 那就表示說 你會發現一個新的元素 好 我再提醒一下 我忘了講電視 不好意思 又是我 剛剛忘了提醒電視 就是每個人的民視距離不一樣 也就是你看東西清楚 就有些人看報啊 這樣看有些人這樣看 有些人這樣看 對不對 可是你近視也會要這樣看 好 所以我會建議近視的朋友 假設你戴眼鏡 你可以把眼鏡拿下來 這樣你可以貼得很近 其實你會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你會很訝異 雖然你有近視眼 哇 你眼睛的解析度還蠻好的欸 哪一個比較亮 哪一個比較細 哪一個比較寬 你其實是看得出來的 那如果眼睛非常健康 完全沒有近視遠視 什麼都沒有 你就要自己稍微抓一下 你的民視距離 我要強調的是 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看最清楚的 這樣了解齁 這樣看太近 有時候你反而會模糊 那你最近是哪一個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因為每個人民視距離不一樣 你不是課本寫什麼 二十五公分 平均哪 平均什麼二十五公分 這不是啊 你自己去調整一下距離 發現成像最清楚 就看起來那個顏色的條文 最清楚的 就是你的民視距離 這是使用這個小工具的另外一個技巧 剛剛幫我提醒 謝謝 或者下次給你到戶外 太陽光亮會中 相對更清楚 因為像那個玻璃 玻璃其實光 光是類似一個玻璃 它碰到玻璃的時候 它也會有反射 只是光如果說垂直近度玻璃 反射的那個光的強度 大概只有4% 就是100 如果光100強度進去 它只有4%會反射回來 所以平常的話 白天我們看玻璃 就是看起來都是 就是我們都看到外面的 因為外面很亮 可是要是你在車子裡面 那外面暗暗的時候 那4%就可能就會很強了 所以當外面很暗的時候 那你這邊很強的時候 那這個玻璃就變成 就變靜直了 因為看起來就是 因為你的相對很強 所以看東西 是不是看得清楚 重點不在於 不見得在於它的強度 而是在於相對的那種強度 所以我想說 譬如說 一個燈泡 或是一個小的蠟燭 白天的話 你放在10公尺 你也不會去 他會去注意它 但是在晚上 你放在500公尺 你也會很注意到 那邊有一個小燈泡在那裡 就是說 我們的眼睛 它重大的是 看它的差異性 所以像我們做成這種 盒子也是一樣 它是把外面的光 隔開來 那這裡會相對比較暗 所以這樣 你就看得相對很清楚很多 所以這種 就是說相對的這種概念 在物理裡面用很多 而且另外也利用這種方法 我們就可以把 這些細微的 平常沒有做的東西 可以看得出來 OK 所以就是對於光來講 我們都是利用這種相對性 去看這些東西 那今天做的這些東西 就是希望大家回去以後 那也可以把我們做的這些 好好的再把它修改一下 然後今天做的 剛剛做的那個 OK 萬花筒 有興趣也可以做一個大型的 做一個大型的 反正你要知道類似這種比例 然後做一個大型的 然後第二 然後弄個小球 再轉 那那個 你就可以免費看到一個 而且說不定 你家很多人就很好奇 不去看 因為通常我們看文化筒 都是小小型的 對不對 然後再弄一個可以 可以這種流的 那你要是弄一個水 在那邊流 那有東西在那邊 看你要怎麼去平衡都可以啦 那就 就可以有更多種不同的東西出來 所以重點就是說 在學科學區我不要去 就是人家做什麼 只做什麼 就是複製呢 重要的是我每個人都去想 我可以怎樣的改 可以做什麼東西 那每個人都有每個人不同的創意 那這些東西是什麼 這些東西就是人的價值 我們不要要求每個小孩 都要得到相同的標準 我們現在比較麻煩就是說 我們把教育當成說 我們在生產產品一樣 我們每個人都要得到100 可是每個人不會說 我物理比較好 我每個人他好的地方不一樣 我們要讓每個人 有不同的好的地方 讓他發揮出來 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的話 我們這個社會才會比較 才會比較好 如果說所有人都像機器 就是都是一樣的品質 那樣的社會是很可怕的 就那個變成機器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大家在學習的時候 我們不要 這個小孩子 每個小孩子都有不同的能力 那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我們重要的比較大 我們幫助去找他 他適合做什麼 然後讓他在那個方面都發揮出來 那只要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腦筋 所以我在我的網頁上打開 就是說 我們的人腦其實是最好的儀器 我們的眼睛其實是 有時候 你用眼睛看的東西 會比你照一照起來 還好 然後 最近我在臉書上 也看到一個東西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現在出去 經常會想說 我看到什麼東西 一直去拍照 結果有人去做研究就是 他就讓一組人 他去的時候 他看到他就拍照 另外一組人 他沒有讓他拍照 他用眼睛去看 然後回來以後 大家去回憶說 你們今天看到什麼 結果發現說 沒有用相機拍的人 比較記得 因為每個人 因為你用相機拍的人 就比較不會想說 我需要去記他 那反而回去後 你很多 你的印象比較 就沒有那麼深刻 那像這種 你們在那種研究就傳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說 我們 當然我們那些儀器可以幫助我們 但是我們最重要 還是要利用 我們人本身最好的科學儀器 我們的眼睛 我們的耳朵 去聽 然後我們動手去做 那我們聽的這部分 我不需要再講 因為我們 我們國內的教育裡面 大家都聽了太多 每個人都 也都很努力地去看出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邊很缺的那種 很缺的就是自己動手做 自己去想 自己去操作 那只要我們搭配這邊的 我們其他的去聽 去做的 去寫的 我們已經做了 那只要我們再把動手做 這邊再加一加的話 我們就可以發揮很多很多的創意出來 那那個是我們這邊缺乏的 那所以希望大家有機會就是 再想一想 然後以後就是每個人都自己做 自己不同的東西 然後更改一下 然後就發展出新的東西出來 那這是大家最重要的 好 謝謝大家 太好了 還有五分鐘 因為我在不突不快 我好想講 就是那個 方老師提到那個動手做 其實就是我們加入廣場 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因為我們其實很早就發現 國內的科學教育 有這個問題存在 然後我剛剛看到在場 有很多很 我就是非常欽佩的爸爸媽媽 怎麼樣的狀態會讓我欽佩 就是 他翹兒郎 對 小朋友在旁邊 割啊 剪啊 坐啊 那種歪七扭八的這樣 醜 就是洞也沒有辦法挖好 然後割個條直線也割不好 黏著黏著迷迷帽 這樣 喔 他都可以忍住耶 可是現在想 喔 我都忍不住 好想幫你 好想幫你 可是 後來我就有跟一個媽媽分享 然後 就是 我們一旦就是沒有忍 忍不住去幫了他 好 沒錯 東西做起來很漂亮 很專業 很有水準 可是你的孩子 永遠學不會那個技能 他下次還是黏得很爛 還是割得很醜 好 洞也打不準 怎麼辦 所以 我覺得 做為父母跟做為一個老師 最難的不是說 我們要教你們什麼 而是我們要把我們會的東西 忍住 不告訴你 不幫你做 讓你自己去把那個東西學會 讓你自己把那個答案找出來 那個才會變成你的可以帶走 就是我們在台上講的 讓孔末橫飛 證明說我多麼的多學多文 不是教育的意義 爸 好 保險沒有照過時間 好啦 所以今天其實希望在場 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學到 不管是技能知識 或者是你覺得開心 請 然後也希望 你們今天做的這些東西 你回去 還有延續的學習 因為真的學習是離開教室以後才開始 假如你現在在這裡 你把他當教室的話 現在四點鐘之後才是你學習真正的開始 所以這些東西希望你可以善加利用 然後有任何問題也歡迎跟我們聯絡 不管你是台道的問題 然後原理的問題等等都可以 好嗎 好 那我們現在會把問卷發下去 一樣我們每一場都會選出一組 我們覺得給我們最真誠意見毀滅的 這個家庭 作為未來的其中任何一場 他可以任選一場加入科學廣場 他是VIP 不需要抽籤 好嗎 所以麻煩各位盡量提供給我們 你們的建議跟指教 好 最後有一個儀式 這個儀式雖然很傳紅 但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代表這個中央大學副理教育中心 謝謝我們今天黃福昆教授 可以來跟我們分享這個下午 來借大家的手 謝謝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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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 二 三 五 好 好 我